男童爸妈还有哥哥4号下午1点来到车祸发生地进行招魂 第一次的指角没有穿功 有法师一道哥哥念着不要再玩了 才获得第二次的云角 七分悲起 当时男童骑的脚踏车已经撞到车轮变形 被移到行道树旁 原本开开心心和同学骑着脚踏车身影 来到事发3号下午3点多 台中北屯敦画路和人平路 T字行路口 警方画出动线图 12岁的男童从路边要穿越敦画路 被左侧的29岁汤姓骑士撞到谭飞 接着被33岁的复兴驾驶恶毒撞击 而现场的交通号制 红绿灯三灯号在清晨4点到9点 以及傍晚5点到7点 下午3点多刚好是闪黄灯 这是后面的车辆 回出来 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来得起反应 我应该是先压到脚踏车再压到他 从人机道冲出来 他一定是没有在看 所以我们两个人才都来 肇事驾驶回忆过程 强调真的反应不及 下车看到时 男童还会喊很痛 当下马上叫救护车报警 男童送一急救后 3号下午5点宣告不至 警方隔天报警检方相验 将撞到男童两人 一过时致死最嫌送半 如果说造势的车辆行进这个所谓闪光黄灯的路口 他都没有减速或是没有暂停的情况之下 有可能就会被认定为是有因注意而未注意而有过失的情形 被当事律师强调 两名驾驶恐设有过失责任 有没有赏黄灯 减速慢行 有没有超速 是责任归属关键 要等待进一步调查理清 TVN新闻 陈树贤 李陈佑 陈宏 逸领轩 台中报道